由古天樂、林峰、劉俊謙等主演的港產動作電影 在香港和內地上映成績創佳織 香港首日開話票房已經衝破500萬 打破近8年港產片開話票房紀錄 在內地上映一日多些 票房已經達1.4億人民幣了 最近台詞幕後都是內地宣傳為電影造勢 這日在北京舉行首映 鄭寶瑞導演、古天樂、林峰、劉俊謙 胡子彤、吳韻龍、張文傑等現身 吸引黃禎導演和杜淳等捧場 故事和阿楓都有大派福利 重現戲中場口 大哥,我想給你 水剪頭髮 我幫你踢骨子吧 好 電影中不僅場景旁大細緻 動作戲也是一大看點 連經驗豐富的故事都說拍得有點吃力 電影中林峰的表現獲賺有驚喜 面對超高強度的打戲 除了要提前一個月特訓 他也試過最長拍打戲拍足20小時 他都說很感謝鄭寶瑞導演 可以逼出演員的潛能 經常人家說導演是很會折磨人的導演 其實我一點也不覺得 我們所有的演員都覺得特別幸福 因為有導演在這裡給我們一些指點 把所有的每個角色 把它弄得更加豐富吧 那我們都真的非常愛導演 對,很喜歡被他折磨 謝謝 這部電影阿楓媽著劉俊謙 胡子彤 張文傑三位新生代演員 組成債四少 成為電影故事的主軸 他都大讚三位兄弟 戲裡戲愛都很照顧他 同時好看好身宅男神劉俊謙 超帥 特別特別帥 而且 千千他除了 不只是外表的帥 他是他塑膠帥的角色 內在都是很帥